包夹 武器也快飞起来了 是的 因为他离这个树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他如果能贴到那个树那个地方的话 就可以稍微躲一下两辆车 不然他躲不了 是的 这个同时往南边走的 这把龙几山的概率也很大 哦 要撞了 悟空很贪啊 好贪啊悟空 他知道天漫人少吧 把他来了 是一打一个半 这样 但是手上是一把1897 能创造成绩的 好雷我只能说 这一波就必须要被自己人补了 自己拉出来给玉打掉 哎呀 这个雷要是补人退枪能救啊 这是闪 闪扔的不错 雷扔的就很痴 你知道 加上原点还有17的出枪 哇 我觉得只能说这一波悟空打的太贪了 而另一边完成桥头是MTG跟NewHappy 这个实际节点两枝肉坚是能碰上 我觉得这个也是 这个难得一见的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之前看MTG打这种路线 他一都是走的 而且是卡了一个比较好的timing走的 结果今天这两天 一波雷 噢 这悟空被团灭了 是的 这怎么开局跟我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呀 我也觉得这个其实打的有点太 有点 打得离死我活 宣位上那我不就是第一宣位了 对吧 嗯 哎 拍着我 我心里心埋着的 包围我 surprise 给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直接走了赶紧走了 是的 他走的话他背后山头还有人的 真是的 但是他等于是有点被僵住了 就是周围的人不动他是动不了了 这应该是在 掩体后面撞倒的对对对对 我说这个 你看龙几山这边的区域控制是做的比较不错的 而且这个地方主要不是很中心 确实也没有必要在这里常呆 这地图中心点都没什么人 对朝着这个圈中心去站 对对 都在边缘 而且都在南部边缘 这个是让我觉得没有想通的一件事情 是啊 为什么龙几山左边一个大板块 然后右下角一个 想到这边有人 一个就一个 只有一个人 阿维 他马上要被包 不是很多了 是的 得快点走得快点走 他正好走吗 关键是背后还有一支队伍 但是这个队伍大概率也不是从他们这个方向过来 哦 17 小时期怎么会倒在这种位置呢 不过 17 开局没了这个 这个剧本也也挺熟悉的 黑猪净圈手感是真好 哎 这边小羊埋了很久 车上打开了黑猪 我真觉得这个没必要救 真的 确实 这真没必要救我觉得还不如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进圈的角度 让他们呢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这么想就是让 7D爬到那个巡崖边 他们还能救你 因为巡崖边有个小反复嘛 应该是能够保着这个车胎的 这结果没有想到自己何必房 之前有人埋着 哦 正面龙丝根放倒了 灰灰 敲手那边 哦 敲手那边是还是有点距离的 跟人并不是贴脸的 SMS太舒服了 DT也是啊 DT就拿了那个迷宫楼 这边什么都没有 对 我晕了 WRG被团队 而且你看他们打的点都是在什么 什么一圈集装箱 然后二圈这种桥头旁边附近的房区悬崖边 在这种打架的点 我觉得这是非常诡异的事情 啊 王宏 2-1 你觉得了 同步 是的 这YVC就本来人就不多 能打 4倍SKS 冲了 放到了Gadley 是的 就是刚才爆了一波冲冲的仇 这波是AWSL 因为这个雷随便都补掉了 是的 这波我看YVC2战外 它是在房区架枪 但是房区架枪感觉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我觉得这波如果要打的话 其实可以贴这面的 天路这波也是很明确 打了就跑 你知道这种 就很像那种李上网来 是你打我一个跑了 我打你一个我也跑了 是 就是压死在里面 没错 而另一边集装箱战斗也是刚刚打完 我这一把打的真的是 这个节奏太诡异了 完全被架死 根本过不去这个桥 结束 三圈只剩12支队伍34个人 这个节目真的太快了 不是这个现在这个积分可以带到季后赛的 就带一部分到季后赛的话 我真的觉得大家就是秉承着就是 我下班我快乐的圆子在打的真的 是的 确实 你要说你在这种圈边 那就是走的问题 就是小五这个点没有 拔掉 拔掉 哎 这怎么还有人啊 你看星际记 你看星际记 这个好像 我星际记怎么排在这里 三圈 三十队伍炮在三周决赛嘛 不过你仔细一看这三个队都是谁 确实 都是分比较高的队伍 那没事了 这速九的副枪小魅图四别键 火火点灵素 再拿一分 先把在初期损失七七的一个情况之下 在南边的战斗的话 必须要快速解决 小鬼还在土地上吃信息 这边先放倒藤弟弟 而另一边天路的话 是被后面的去打了两人 说什么是以鼻子 以鼻子打了两个 直接开移 天路被4M直接全部冲掉了 这挺夸张的 真的 而且是在没有吊人的情况下 我看那个地图 4M死了 我也是觉得 这个雷直接塞到坦克脚下 炸残 把残坏的位置逼出来 再配合枪线 坦克是走不了了 只要来了个大回环 虽然有些波 但是 按照New Happy的清点效率呢 MCG是没有死完的 他即便是把FPL清掉之后 还是不会清理MCG 只是在于MCG跟FPL 谁会多拿一分的这个关系 是的 其实等于说是 王鹏有机会K头 但他第一个头没有K下来 就看第二个了 也没K下来行吧 那你就准备迎接 狂风暴雨迎接牛兄的洗礼 是的 就他先打谁 他都是烈士 已经被发现了 炸烈这一波 你看 四面八方全是枪性角度 他进入了一个包围网 是的 他来的其实 这一路上都没被发现 就在最危险的地方被发现 打完了 这边三次战队 满边全部已经是 这个战盒位置了 正面小路 哎 但好像还有得打呢 就是看今年顶不顶 哎 完了 哎 哎这边冲枪的时候 连续倒了两个人啊 那边 112是面对牛兄一整队的棋底 放到中平时 连打逮捕 直接不给机会 嗯 有点难操作啊 我的评价是G 对不 G 确实是G 没有办法一个人扛 我听到一声惨叫 实际上一声倒地 一波一旦接下的话 你用它比可能会有一波被刺啊 那受益的 受益人一定是 东边的SMS SMC版真的太舒服了 我往前跑了100米 但是还是没有这颗雷 是的 哎这个人头要被K了吗 没子弹 或者是啊 K不出来好看的 是的 没有人啊 嗯 这版还有几个两年几个说实话 GDT被包围了 在个第一波啊 被架死没地方跑位的 小鬼他们的血膜 冲了啊 后面GDT在给他扶着 然后两个队 这17个RIP打晒呢 刚好 好像拖不到那个时候了 我觉得GDT还得再拖一拖 才能等到 这两边 另外两个头顶大哥打晒 对 扶不住了 只有5CG这里还能拖 因为HAPPY很明确的 他不可能先去打17啊 因为DDT这么劣势 给你先把DDT的分数拿下来就 嗯 这边再推进一块是一滴血 这边是不是有人来那 哎呀 他满了 三倍镜在这么近的距离 苏球 苏球打了两个 是的 很混乱 SMS来了 要赢了自己的第二鸡 这个鸡肢呢是胃嘴里啊 是鸡不再大能吃就行 确实 我一个手雷啊 好精准啊 还是最后一个明明看明面都换几个吧 铝布 铝布 这个位置 能看到三个倍身 他第一波出场打得很残 但没有击倒就已经无了 SMS两年鸡啊 四个超战 这鸡吃的也太舒服了吧 我啥也没看 我就吃鸡了 打了一波短 他是一个STAR 这个鸡